很少我自己 突然一個 我不知道今天的主題 Ruby跟我說是亮色系 然後我就穿一個最亮 結果我發現 沒有人穿亮的啊 不欠我啊 可是沒有人穿亮色啊 他們有 有嗎?等一下我要檢查 如果沒有人穿亮色 我就去換淺色 會啦 嗨 我們今天要講說 因為沒有人想說不要遲到 太慢了 肯定沒有亮色系 完蛋了 嗨Monica 然後我想說亮色系呢我就挑一個 因為這之後其實很多 亮色的商品 然後最近是 因為我已經穿了很多商品 所以我就挑我沒有穿過的 而且妳好像蠻喜歡穿黃色的 我也喜歡穿黃色 而且我發現 我昨天自己發現 想說 應該不會有人跟我一樣 一天想要換五套衣服 你真的有時候會一天穿到五套 就是可能早上來一套 然後中午又變一套 然後想不想 然後我會有時候會覺得 好累 然後他就會很像金蟬脫 在那個更衣室 然後就想說 就想說好多 應該是要有這麼 對衣服很有熱情 才能做這樣的工作 今天大家都說想得到 今天禮物是什麼 今天禮物是 大學弟 大學弟 對 因為大家都想要 很可愛 大家 我也很喜歡亮色 不知道是不是年紀 可是亮色好像也蠻顯白 其實亮色蠻好搭配 亮色你會比較人群中亮眼 我是想要人群中亮眼 可是好看 你是會撿暈暈暈 哈哈 我是跟朋友出去的時候 可能就會 開照的時候 比如說餐廳暗暗的 對 然後你拍起來最 最好看 臉最有光 會想要這樣子 我想要抱你 不管是就是配件啊 或者說上衣 就算是一個小心機的感覺 我覺得下半身比較難亮色 我覺得亮色就要配一個基本色 對對對 上衣我覺得亮色OK 對 然後所以我就選 那要講什麼主題嗎 還是要先介紹 剛剛有講主題了嗎 沒有 就亮色 我就說等一下誰沒有穿亮色 我就是去換成淺色 你這應該是最亮的 不是 我的亮色我以為是這種 就是大家要這樣亮色 好 下一套啦 哇 你這才亮 顏色算顏色 M巧克力 有人說他買了藍色的圍巾 因為藍色很特別 我們剛剛有去拿原購 等一下好像可以來開箱一下 開箱開箱 對啊 我以為亮色是這樣 你的好像也是粉嫩啊 你有亮嗎 我是極限了 我被騙了 我被騙了 你昨天穿那個紫色蠻亮的欸 喔 等一下好像會穿到欸 等一下好像有搭到 所以我們主題是什麼今天 就是亮色的成語 怎樣走在晚上的路上 成語 就是Mix Mix 亮色的成語 要怎麼講啊 我可以與剪頭髮嗎 我出現這麼一下起來 大家也看到了 好 那你怎麼 你要先講嗎 好 這個是這禮拜的新品 對啊 那你有介紹了嗎 我沒有啊 我就想說從我開始 黃色跟紫色 這件應該算是隱藏版的吧 這件應該算是隱藏版的吧 可是其實不會很 很突兀欸 因為它是 它是淺紫 是薰液草紫的那一種 可是 對 而且這件很厲害 不是我拍黑褲影片的時候 我上衣穿這個 然後大概是都 這樣吧 連這個紫色版 然後都有十個人 把問說紫色的上衣 大家最喜歡這個顏色 問的人 最近都很喜歡紫色 紫色真的最近好像蠻流行 蠻喜歡的 粉痛也是今年選的 也是紫色 然後我就是想 我剛才有說 因為我小雜誌裡面 跟我平常的IG 其實都穿了好多新品了 然後我就選說 我沒有穿到的 沒有穿到的 對 然後我今天這一套就是 我沒有穿到的 格紋裙配這個 這個黃好像一般人會比較 不敢去買 我剛剛本來想說 就是好像 有點難駕馭 但是穿上去之後 我覺得好像還OK 因為它是 不會顯黑的感覺 對它是有點仿真織的材質 我覺得這件算是隱藏版 對它是隱藏版 就是很多隱藏版的材質 對阿 接受不完 對這個 這個 它是有點仿真織的材質 然後我覺得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在這邊做了 有點小抽皺的感覺 就是很女生 有點碰碰的感覺 像女生的樣子 對 然後又有開插 就是一個有點 忙 的材質 因為它一字零 一字零就是 因為我今天穿這樣好像比較 學院感覺 嗯 然後如果妳穿 妳要再出去 妳是可以露這樣子 露斜尖的感覺 對 露斜尖的感覺 對 然後它的袖長剛剛好到 我覺得它的袖子很可愛 很可愛 但是Model好像是剛好穿到這裡 真的假的 Model 我記得 有時候好像 可是我穿起來 然後妳穿起來記得穿 對 而且這袖長好像滿剛好的 那我是配了一個隔溫裙 我想說黃色 我可以配咖啡色 好像也是同色 同色色系 而且還滿搭的 黃跟咖啡 不定嗎 不定色 然後妳有扎起來一點點也OK 這樣子的 這款隔溫裙也是 這白的 我就是穿 沒有在小雜子裡面的 上面 嗯 隔溫裙這時候有很多欸 超多的 超多 超多 然後有很小的 好像連身的 我講完了 我的這個亮色 我看佩琪 這個好像雅筑有傳統對不對 嗯 她說這個是工作室的法文 嗯 那有人會念 Egler 我不會 我不會法文 這件是今天的禮物 今天禮物是這件嗎 是送一件還是送兩件 送兩件 兩件 一件紫的一件綠的嘛 怎麼知道 自己選還是 自己選 反正重點就是 自己選 這個真的是還滿 滿好搭的 妳不覺得有一點 很奇怪 有點不平 很特殊 沒有錯 沒有錯的感覺 因為我當時候 在設計的時候 這是我的寶寶 好想要她 接受到自己的寶寶 我想要有一點就是像 不是真的很像綿的材質 它其實我覺得它有點太空綿 太空 它挺度是 它是蓬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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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蓬的 然後又感覺又像 毛衣 身隻毛衣 可是在身上是軟軟 舒服的那一隻 就好像外面找不太到這種 很舒服 那我那時候看到 就是我找到這個布料的時候 我也覺得好可愛喔 很想要做一件 是不是之前白日夢那件也是這個材質 白日夢哪一件 短紅色 所以R1B1的那個 喔 短版的那個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記得它摸起來感覺很像 有點像 不一樣不一樣材質 有一點挺度的大型 反正是弄那個是有點顆粒感的 然後這個是 這是就是 不知道怎麼講 還是你給大家看 大家也看不出來吧 看不出來是不是 看不出來 這個材質很漂亮 就很喜歡的 很舒服 然後版型也很可愛 而且它顏色好可愛喔 然後它的長度就是大概是這樣 因為它有做一個小開插 你應該可以吧 什麼東西 我說你應該可以扎吧 應該是可以啦 可是 我可以再套一下褲子啊 好 這次的牛仔褲 我好像有穿過了 然後它就是旁邊側邊開插 它側邊有拼接一個 這邊有拼接 然後我是搭白布鞋 所以那個長度是剛好 就是剛好到 就是剛好 不用穿高跟啊 就是剛好的長度 Peggy現在身上 穿的這個寬褲 我個人覺得是 非常顯瘦的一件寬褲 就是它 越長越 越長越要笑出來 是經過PS系列的 PS901 側拼接抽出 妳說經過PS系列是什麼 就是經過PS的認罪 走過去嗎 就是經過我的把關 因為只要PS系列可遇 都會有一個小組 有一個試穿小組 對 我會請人來試穿 所以所有人都試穿 試穿到我們 真的覺得這一款就是要 納入PS 奇限 然後才加進去 然後901的編號就是寬褲的編號 901是寬褲 然後又是 又有一點設計的話 就可以買這一件 因為它其實算是 都沒有刷色 也沒有破損 它只有側邊有做太差 就是有試穿的人 不是試穿 試穿的人跟我講說 他覺得側拼接的那個設計 看起來很顯瘦 嗯 因為它可能就是 剛好做蠻高的地方 它剛好是從 你臀部這邊 開始往下開吧 所以你這邊都不會 看起來很胖 應該是瘦的 算是瘦的 蠻瘦的 有人問156穿會拖地嗎 不會 就是剛好在腳底板上一點點 嗯 可以穿後底一點的鞋 嗯 然後腰尾是不是剛好 是ok的 微鬆 就是可以塞衣服進去 但是可以吃 吃東西的 可能吃完晚餐就 就是ok可以接受 腰尾 好啦 好了 好啦 我是158公分 有沒有發現那個 灰色的毛毛很百搭 就是灰色它配 就是你正好一個 對 都可以搭 所以你們家如果有 灰色的話 灰色的帽子 就是什麼顏色 你都可以搭配到 這件是 901這一拜的901 側拼接 抽虛寬褲 你們可以再去換下一套 亮色了 看你們誰要先試 騙我 你先 我還沒 我還有耳環 耳環 剛剛大家已經很多人問了 因為這一款是我 吃袋的時候就很多人問 然後我想說我要講一下這個 因為它的珍珠 在這邊 大家有看到 這邊有一顆珍珠 三顆 三顆 好像 你要再靠近一點 那有了有了有了 這邊有三顆珍珠 然後它是愛心的圖案 然後它是愛心的圖案 還有毛毛 嗯 這個是如果是你沒有耳洞的話 你就可以購買這個 三顆 好可愛喔 你可以啊 可是因為它是這種 假的 這個我有說過 這個痛度是比較 痛一點 大概三顆星 這就是稍微比較痛一點的 對 好那我去換 好喔 換可語 然後我現在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亮色系 基本色 因為剛剛好像很多人問這一件 因為我想要參給大家看 這禮拜就是主打 最多人喜歡的 卷邊上衣跟這個 對 而且我覺得它的卷邊 這兩張好像要退 退 我好像沒辦法退 因為它就是你穿起來之後 它這個裙擺這邊 這不是我的屁股 而且它有做一點 這不是因為我的屁股太呈現 縮腰的感覺 對 這邊有縮腰 然後它這邊有打折 就會把它這邊裙擺 蓬成一個很好看的蓬度 這件好可愛 對啊 然後又有口袋 我最喜歡的就是 而且我覺得你穿起來 其實不會嫌胖 對 但是我穿起來就是 這邊 裡面可能只能塞 很薄的衣服 對 因為我上半身比較肉 但是 我覺得就是很可愛 因為它這邊有縮腰 因為我們 洋裝好像比較少有縮腰 而且洋裝做縮腰 就不會有感覺很像孕婦的感覺 它這樣比例看起來會比較好 對 看起來很長 然後 剛剛有人說想要看卷邊上衣 然後這個卷邊上衣白色 之前有人問會不會透 我覺得它是會有一點點透 所以你裡面可能要搭小可愛 或者是像我一樣就是把它搭在衣服的裡面 就看不到它就是內衣那邊 然後它的卷邊 我覺得它卷邊配色超可愛 它卷邊四款都有不一樣的配色 每一款的配色都不一樣 我現在身上的是白色配卡其色 這也很像牛奶糖欸 你覺得嗎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開叉 這邊還有一個開叉 就是你平常做事的時候 這邊會就可以碰到桌子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哈哈哈哈 想要得到禮物就可以分享直播 想包色卷邊 卷邊上衣265塊是只可以限購一件 還是你可以跟朋友借帳號 因為它就是很低的價格 所以我們就是有限量的款式 因為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就是買到一件 推薦哪一色格子呢 這個就是最百搭的黑白啊 另外一個是卡其的 肉肉女可以穿啊 肉肉女 覺得 如果你是下半身肉的話就很適合啊 因為它完全就是 完全就是遮起來了 下半身 如果你的腿型 而且它也有做縮腰的 如果你的腿型不好看的話 還蠻適合的 白色會痛 白色會有一點透喔 大家都很想得到禮物 我等一下也想要去換一個亮色 我要想一下我要怎麼搭 或是你們可以圍一個圍巾也可以啊 其實也可以 大家有買圍巾嗎 我買了兩個顏色 猜猜可以買什麼顏色 有人會知道嗎 紅色 Peggy好了 你是買這個嗎 兩種光光女可以穿嗎 我覺得 我覺得下半身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下半身你可能要 看一下那個官網上面尺寸表的胸圍 然後再量一下你的胸圍 是不是 就是 可以進去的 因為我覺得它這裡有分尺寸 就是可以參考一下尺寸表 而且它這個袋子是籠布的 但是下半身基本上應該都是沒有問題 對它這個袋子是籠布的 它這個袋子是籠布的 好像拍不出來 看不看 這是籠布的 跟扣子一樣 扣子也是籠布的 覺得很可愛 好了我好了 這樣有亮一點嗎 好像還好 算是褲子吧 褲子算是亮的 褲子是亮的 對吧 是粉色的啊 我覺得這件真是襯衫 而且你這樣搭性很好 這件上衣很多人喜歡 而且你這樣配很可愛 是喔 對 你這樣配得很像學生 為什麼是這樣 好 這個 這個 叫它襯衫也不對 這個針織衫很特別 針織 它長了 它是夾兩件的針織衫 因為它通常夾兩件都是襯衫 但是這件夾兩件是 冬天也可以穿襯衫的感覺 穿上去好像突然有一種 變成乖巧的感覺 對啊 好像很 這算是學院風 有一點學院風 這個我下面如果要擺摺裙 應該也可以 擺摺裙就可以去上學了 對啊 這等於是學院風 而且它 就是材質還蠻舒服的 但是它 它有做一個小派上 它也是每一款都有不一樣的 配色 好 它是 對它每個都不一樣 我現在是 現在穿的是灰底粉領 然後還有杏底卡領 跟綠底灰領 杏底卡領官網是拿來配 就是這個群 喔 對對很可愛 對 那樣也是很學院 那樣也很可愛 它是配另外一個 那個杏色的格子 好 然後 褲子的話 它是 燈芯絨的材質 格子連身裙是690 對 褲子是燈芯絨的 哈哈 再重複一次 哈哈 那種好像在回那個 我們在回留言 回留言 對 好 褲子是燈芯絨的材質 然後它是做一點膏腰 然後它上面蠻特別是做 荷葉編的設計 對 這是妳的寶寶嗎 對 那妳要不要多介紹一點 我大概就是這樣穿給大家看 這種對妳的寶寶很淡定 我覺得它的蝴蝶結很可愛 而且它做那個荷葉那個 這樣搖會感覺變很細 對 它是 因為你可以自己挑 因為它本身只有 後面是 後面是鬆緊帶 前面沒有 所以前面可以自己挑 它是寬服 我覺得粉紅色很可愛 然後它還有咖啡色跟黑色 寬褲是什麼顏色 太強了 但其實我自己在搭這件褲子的時候 我自己是搭 偶粉 針織上衣而已 就是不會搭這個 寬褲的話還有三個顏色 可是褲子好好看 而且我覺得冬天很適合穿整形容 到現在這個季節好像還可以 對 這樣 剛剛有人問我這個格子裙 下面的釦子是裝飾的嗎 我剛剛看一下它是真的可以打開 我還嚇到它說 欸欸欸欸 它這也是真的可以打開 而且它有內裡耶 對啊 它內裡有 它內裡也有配色 這樣會先 蠻高的 蠻高的 對 所以不會怕刺刺 對 我去換下一支 好 那我放在旁邊 我幫你當可白 對啊 因為我換了一個 我其實也可以不要戴帽子 我換了一個比較有造型的上衣 然後因為這時候不是格蚊裙蠻多的嗎 然後我就想說再穿另外一支 還有一款對不對 對還有一款 還有一款也是更緊 這個格蚊裙有點緊 我穿起來就是我穿S號的話 就是這個 因為這個扣子是可以拆的 好它已經可以拆 我建議跟我身材差不多可以買M號 然後我想介紹我這個亮色系的上衣 因為大家都說要穿那個亮的嘛 比較鮮豔的 然後我就找這種 就是這樣穿的 看起來蠻不一樣的 就是 有造型的大學衣服的感覺 我比較少穿這種感覺 對啊 對啊 你剛剛走出來我有嚇人一下 嚇什麼樣 這是好像一個一點點 變比較成熟 成熟 這辣吧 這應該是辣 這個是小儀的款式 我要把它穿好 不然等一下會唸我 我要把它穿好 其實我很少穿這樣繞緊的 但是我知道很多這樣的設計 在今年很流行 對 然後我自己也有買 然後像這個的話 它是後面做這樣子 它是後面有一點就是 有吊牌 我把它插進去 它是做Y字的交叉的設計 感覺很像做交叉的那種 你不用怕它那個 不會怕它一直掉下來 或者是 可是它剛好就是還 就是你可以這樣 就是背後有設計 它應該不會太雷吧 不會不會 你可以想要合一點 就合一點我覺得比較辣 可是如果你鬆一點點的樣子 就好像比較休閒的感覺 嗯 對 它這個我記得很多顏色 這很多顏色耶 上衣可以反過來 穿如果反穿應該更辣吧 這件反穿嗎 這件反穿嗎 沒有想過 對我也沒有想過耶 要試試看嗎 就可能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去換的時候看看 有可能 就變得有點像那種吧 它們有做那個標 車標的 那邊會有線 對 變成這樣 會不會很奇怪 小姨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反穿過 那我覺得想說 綠色其實配那個 深色帽子 就是格紋的時候 就是比較稍微 個性一點點的穿搭 嗯 我覺得 然後我身上這個格紋裙 它是用小格子 有點千鳥格的小格子 它有點小附 而且它還有這個小皮帶 而且它還有附一個小皮帶 蠻可愛的耶 好可愛喔 所以這樣子 你可以把就是 裙子穿高一點 看起來就比較長 對對對 這件衫我覺得蠻好看 然後我覺得不敢穿亮色的 這件衫你可以選黑色 喔對它有一個黑色 因為黑色就是最白搭 對最白搭 就是你想要小辣 而且黑色也很辣 黑色很辣 對啊黑色很辣 對啊 黑色很辣 Peggy的粉色褲是鬆緊嗎 它是後面 後面鬆緊 然後前面是用綁的 嗯 這邊嗎 這邊鬆緊帶 對後面鬆緊 好像有那個裙子吧 裙子吧 裙子 然後我就是買了大衣啊 格紋的圍巾啊 跟什麼 就是只要有格紋 幸運鏡 但是你應該沒有條紋多吧 格紋沒有條紋多 因為格紋以前不會買 條紋是幾乎每個月每週都會買 對 真的是每週都會買 對 條紋真的很百搭 就是你宿舍你都可以配條紋 對 那我不要戴帽子的話 不要戴帽子是不是就不會那麼辣 就 對 好像比較清明 對對對 剛好因為這個有造型 嗯 就是你出門的時候 這樣也有拍照的話 那你如果想要比較輕鬆 我覺得這個款是搭牛仔褲蠻好看的 就是也很休閒 但也有一點造型的感覺 對對對 那我們要等格局 對啊 差不多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亮色 綠色 綠色搭牛仔褲跟黑色應該都蠻好看 它好像有杏色 杏色搭牛仔褲感覺 哦 杏色也可以 對 其實綠色蠻好看的 那我要講一個 我剛剛穿上去的時候 我就說這個有內刷毛耶 這有內刷毛 對 有內刷毛 就是 還是小姨是想說貼心一點 就是 雖然有點微辣 但是還是要保暖 對 還是要保暖的感覺 可以很性感又可以保暖 對 肩大會露出來 我覺得好像會耶 如果穿正常的話 我是穿平口的 小可愛所以不會露出來 因為這個大概這樣 嗯 對啊 因為穿這種 它還算是微寬的 所以如果肩帶 如果你要穿這個款式 是不是穿平口小可愛比較適合 對啊 對 想看褲子搭不紮衣服的 是這款嗎 應該是你的 我看一下 我也沒看過它的下面 剛沒注意到 看衣服 噢 衣服長度 嗯 是怎樣 盪你的屁股 就如果沒紮的話 其實就是變成這樣寬褲的感覺 可以請我穿Peggy的褲子嗎 我等一下套套看看 是瘦的還是 PS的那一件 是這件嗎 是這件還是PS的 這件我 是剛剛牛仔褲還是這件粉紅色的 誰說的 我看一下誰 小雲 小雲 小雲說 小雲你要我穿哪一件 我來套套看 拉出來也好看 上衣嗎 因為這件上衣真的很可愛 好像很正式 對 這個領子 這是 這是羊的嗎 這是小雲的 對 那我昨天穿這件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衣服好可愛喔 對 拼接的 每色都拼不一樣 粉紅色跟灰色 化學 圍巾蓝色已經賣完了 對 還有我有搶到 你有搶到 你也是買藍色 我買藍色的 大家有買到圍巾嗎 對阿我先換 好那你先換 Peki去換衣服 我來示範這個杏色圍巾 杏色圍巾 我剛剛看杏色其實也蠻好搭的感覺 杏色其實杏色跟橢色跟黑色是最好搭的 最基本啦 但是因為基本我覺得大家可能比較常有 所以你可以先從比較亮色 像紅色啊 藍色跟格紋 開始入手 對 因為我家裡有黑色的 所以我剛好買買看 亮色 亮色 你就很適合藍色 哈哈哈哈 我真的順夾 所以我 我自己阿 我自己是 穿微微鏡 我就會這樣子 遮我的肚子 主要這個 微鏡好像蠻遮的 那你穿洋裝這樣屁好像也可以 因為我在辦公室的時候 很冷就會這樣子 對 感覺比較寬沒有耶 就是 他沒有寬啊 他算是窄 窄的吧 對 算不寬 但是因為這樣好像還OK 好 因為我的頭髮現在不太適合一些亮色 對 因為 懶身色頭髮真的會 我剛剛穿我覺得怪怪的 所以我 我之前陣子也是覺得我自己很奇怪 就來拯救你 對 好可遇來了 之前直播愛格紋 這格紋也很可愛耶 這個格紋它有杏色有咖啡色有灰色跟黑色 所以你只要搭任何這裡面有了顏色的話 就可以出門 對 就是如果你的衣櫃是比較 跟今天主題相反的 衣櫃是比較多暗色系的那種 就可以這樣搭 對 因為不然他怎麼還有別的怎麼回 天氣如果冷的話應該是這樣 比較可愛 就是我們在辦公室這樣有點 這樣很可愛 這樣很可愛耶 可是如果說很冷的話就 就 就 就沒關係 就 沒有 沒有我是說在辦公室 辦公室這樣好像會太熱 這樣有點比較自信 太熱耶 你這樣好像不能打電腦耶 你可以啊 這樣很好打電腦耶 因為這樣就是 就像坐飛機一樣這樣子 對 嗯 很可愛這個杏色 你要示範紅色 你會怎麼圍 我說是 就是有那個 尾怪裡面那個女主角的 喔對 對 紅色的 真的紅色的 他那個圍巾耶 整個圍法就是這樣吧 他就是這樣圍著吧 然後穿卡其色大衣 然後很可愛 那我來去換 那我來去換 換佩琪 欸你們剛好都穿 有紫色的 喔對 這是彈子 你先介紹 他有比那個亮色系嗎 可以 可以找一下 可以找一下 今天主題好像有點 有點小 紅色不停想要鬼怪 對啊這就是鬼怪女主角的位置 欸對耶 男人 看有什麼事嗎 看有什麼事嗎 有什麼事嗎 好啦我們來介紹 大圍巾頭好嗎 圍巾現在都還有 只有藍色沒有 所以大家可以 等等可以 趕快去訂購 我跟你講他藍色會賣最快 因為最近韓國很流行 很流行 情侶一起帶藍色 我猛 就是流行 它有什麼韓義嗎 沒有 我等一下找那個影片 好啊 然後 好 我來說 這個毛衣 小楊穿灰色的時候就很多人問 對啊 這件 可是它這個紙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它有拿來搭辣妹學 這個紙很特別 對 就是因為它是 感覺有混了一點粉在裡面 它有混了 它不是一整陣都是 它有混了 藍色跟紫色 我不知道拍不拍得到 就是它是有混色的 而且你裡面搭格紋 這樣好像也蠻配的 對我裡面是故意搭了一個格紋的襯衫 然後我是故意把這袖子這樣拉 拉成這樣 就會看起來你這邊 袖子就會 比較有分量 所以今天不是亮色西穿搭嗎 如果你怕這個 就是這個 上衣太亮的話 你就可以在裡面再加一個深色的格紋 把它壓 把那個顏色壓下來 嗯 這個毛衣雖然說它單價比較高一點 但是它很有分量感 而且可以單穿 而且它很薄暖 而且它顏色真的很特別 就是你可以就是直接這樣單穿 但是腳很會的 腳冷的話就搭那個吧 黑色的褲襪 那個小楊有穿那個辣妹西上鞋 西上鞋 西上鞋 但是我覺得今天天氣穿這樣好像 好像有點熱 哈哈哈 你剛剛想要講什麼 沒有今天好像很熱耶 想要看背面長度 好 而且我覺得Peggy很適合這種紫色 獨角瘦色系 獨角瘦 下的不錯 標題下的不錯 而且它很特別就是 它真的那個顏色 我現在拍不出來 但是我肉眼看就是 它不是一整件都是同一個紫色 它是混蒸的感覺嗎 就是混色的那種感覺 就是買了就會知道 它就是混了很多不同顏色 好像只有紫色是混色 其他都是正常色 你要不要介紹一下 裡面的 裡面的襯色 這樣好像有點難介紹 這樣好像因為它遮住了 對 但是這個藍色的話 它還有藍色跟粉色 然後藍色好像是真的是比較中心一點 就是最百搭的格紋 對 但是它還有粉色 它是寬袖設計的 它是這邊整個都是寬袖 你要不要把這邊 你可以把這個拉起來 這邊 拉起來 它整個是寬袖 它的袖口是做寬的 對 然後它的袖口是拼接不同的條紋 不同的方向的格紋 寬袖襯衫好像很少見 因為大部分的格紋都好像都是緊的 就是它就是 就是這邊的袖口這邊是緊的 而且我覺得它 雖然質感是算很好 因為它是很有 厚度 就是不是像那種一般的黏的 不是那種吧 它比較挺 對它是比較挺一點的質感 它不像那種會有一點毛球的那種 綿的那種 軟軟的那種 它是有一點點挺的那種面料 然後Peggy身上有這個 混色勾針長扮毛衣 就是除了紫色之外 還有灰色黑色跟白色有 有白色 對 白色好像就會很少女 白色好像很漂亮 它這邊做一個V的感覺 感覺很 腿會變得比較細 但其實這個應該算是養妝吧 它是命名的時候 它是長髮上 因為 呃 你如果是160公分以下的女生 應該都是可以單穿的 嗯 那如果你165以上 可能就要再加個 裡面的 欸 單穿很可愛欸 對啊 它是做有一點燈籠的感覺 很可愛 Ruby 都會Cue你 怎麼 妳不要Cue她接素顏了 No 接素顏 沒有No 不要亂捏 好啦 還有什麼 妳好像介紹完了 對啊 這個圍巾很保暖欸 我現在有一點 而且妳圍巾很顯白欸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亮色性很難 就是這個題目很難 不能講很難 是很簡單的 很簡單 不是 因為我想要 想要就是教大家 所以就是想要搭配 啊 我講一下這個上衣好了 這個上衣是這禮拜的隱藏商品 它就是 又是一件大雪梯 但它不一樣的地方 是它比較短板 然後 寬寬袖 然後它是 顏色都比較粉嫩一點 像是現在 沒有拍到的 Ruby是穿淡藍色 然後我穿的是 就是淡紫色 紫色 而且它這個寬袖 我覺得很可愛 對 非常可愛 因為我們最喜歡這樣 就這樣啊 然後我現在 我的圍巾就是紅色 我個人自己剛剛去領了原購 我也是買紅色跟卡其色 我今年 妳買紅色跟卡其色 我以為妳買藍色欸 沒有 我買紅色跟卡其色 因為之前小姨就說 我要圍紅色比較適合我 其實我覺得紅色好像很顯白 圍巾真的很顯眼 這個沒有辦法不顯眼的啊 這麼紅 我今年冬天好像都還沒圍巾 我今年過年我就是要圍這個 必勝的圍巾 必勝的圍巾 去重新一些 佛狀 這邊就先不講了 應該大家都知道 而且我覺得這樣粉紫配紅也是蠻可愛的 而且它那個底下的絮絮 我覺得超可愛 我今天看小楊好像也是 他是這樣結用絲的 辦公室的這樣 而且我覺得不會刺 就是我覺得不會刺 很舒服 然後我現在已經 脖子的溫度已經在了幾身五度 很熱 很熱 對啊 和小楊 都想要妳那一雙線 好 我沒有穿鞋 沒關係拍不到 小楊 不是這我剛剛穿 對 因為我想 因為亮色系我們好像都穿差不多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有人問我 就是這件綠色條 然後我就想說我怎麼 然後我來搭一下 嗯 最 最 就是我們其實 一直在講說 我們不是要搭配得多流行 但是就是日常生活的穿搭 日常生活還是可以穿亮色系 就是平常上班也可以上學也可以的穿搭法 然後我就是配了這個 剛剛是Peggy穿灰紫色的 我穿的這個是綠色 薄荷綠 這個綠色我也覺得很可愛 它就是有點淡 它比真的薄荷綠還要再淡一點點的感覺 就是加了很多白 嗯 它是很淺很淺很粉嫩的那種顏色 對 然後它的字是秀線的 真的蠻想看到衣服出這個顏色的 很可愛這個穿的顏色很可愛 然後你搭深色牛仔褲或淺色牛仔褲都可以 然後我是搭這樣子 比較像說平常我們自己會這樣子出門 對 然後 再搭上這件外套 對 因為我想說綠配綠應該最保險了 對 然後我的耳環也是這個夾式耳環 也是這周上的 這個很可愛是兩個球 一個是高的一個是低的 而且它是藍綠色 對 就是配不同顏色的感覺 可是因為我這樣子好像看不太到 幫你光打亮一點 這邊 就是有流速跟這個 這裡的感覺 嗯 這件綠色 阿莉莎是說哪一件綠色意外好看啊 應該是現在身上的 身上的 這個真的很可愛啊 就是它是 嗯 身上好像同一個色調 就是這種淡淡的顏色 對 它本人比較淡色一點的 這個粉跟綠我都 就是因為我的寶寶 所以我那時候在想的時候 我想說我們出了很多秋冬顏色 然後想要出一點點就是有一點點春天感 但是因為說我們還沒有 還沒有到春天 所以就想說 它也算是低調的亮色的感覺 對 很可愛 就是比較好搭的亮色 嗯 就是你搭 因為我穿紫色是搭那個紗裙 哦 對對對 很多人問 我在發文說 稱它為仙女 對 仙女 那真的很仙女 然後 好 我要來示範這一件 這好像也不用示範 因為我已經穿很多色了 對啊 那好像每個色都穿了耶 這個綠的還沒穿 因為昨天有人問我 我之前是穿那個T恤 然後 我想說我就搭這種感覺 而且它也是做寬袖的 很可愛耶 這樣很好看耶 那可能要拿一個白色的手提包 就可以了 對 對 然後 還有什麼 剛剛我本來是想要配眼鏡 可是因為我又要 我又要想要戴耳環 然後又要戴毛帽 對 毛帽 然後隨後我就想 好 我就決定 我只要戴耳環 然後跟 這件配這個綠色的毛衣 外套就好了 可能說綠款耳環 外套竟然是好看 我覺得它 穿起來比較好看 所以如果說你看 它是有點這種刷毛 抹毛感覺的 是你嗎 這個唇 液 液 什麼 它是 一支 然後應該 很多人問我說 淺灰色可可色跟綠色 什麼顏色比較可愛 其實我就是有點猶豫 因為我第一次其實是 對 我最喜歡的應該是淺灰色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亮色系的衣服 但是因為昨天大家問我之後我就穿 我穿了紅色然後 跟那個 藍色還有可可色 我都覺得其實 其實是好看的 你只要搭牛仔褲 就蠻好配的 跟T恤 對 嗯 原本覺得很暗沉對啊 可是穿上去好像還好欸 我覺得 它真的穿起來比較好看 穿起來是好看 你說外套也是不一樣 外套 它是這種 這邊還有口袋 它還有口袋欸 這很可愛 還有什麼要介紹的 剛剛大家好像買起來格紋 格紋 這件很漂亮啊 這片牛仔褲也可以 而且Peggy穿去日本 我覺得很可愛 它是紅色裙子 對 對 這個我覺得也可以當小外套 欸 對 它可以打開扣子 裡面穿比較合身一點 T恤或什麼 對對對 對 它的袖子也是像剛剛那一件 泡泡袖的那一種 我們最喜歡的泡泡袖 對 嗯 然後還有什麼 Peggy也還有 我是最後一套嗎 那我還有嗎 看你啊 我請阿乾幫我穿冷落地褲 阿乾好像蠻適合的 這一件 而且這件只要 這件很多色 然後只要490 我覺得 好沒有 很可愛 很喜歡的是它的袖子 袖口 因為它很寬 因為我們冬天就是會 穿很多衣服 它不會讓你覺得很緊繃 對 嗯 我的牛仔褲是新品喔 對 還沒有上 是未來新品 然後 這週好忙喔 對啊 我們這週有點忙碌了 這週很忙 就是 好像沒有不忙的那一週 那個 那我這週有特別忙 好像有三件事情 就要跟大家講 三件事 就除了新品 新品的也就是 還有明天 明天有一件事情 還有特賣會 特賣會 這個我要換換看好不好 好可愛喔 不然你穿這個好了 好啊 本來沒有要穿 沒有本來想要拿這個 你也像老闆欸 好啊 那不然你穿 不然你穿 很可愛 特賣會要不要講一下特賣會 然後我去 我來看這個 特賣會就是 在SOGO 台北的SOGO 然後25號到28號 12樓吧 什麼 是12樓嗎 12樓 SOGO 台北SOGO 25到28 你不要亂講 等一下喔 我記得11樓 安娜 為什麼會看幾樓 台北的 台北SOGO12樓 看吧 我沒有說錯吧 台北SOGO12樓 請問你不要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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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 我都背好的 怎麼會錯 台北SOGO的 25號到 28號 中校館 就是禮拜四到禮拜天 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因為我上禮拜 對啊 上禮拜發FB的時候 很多人回應欸 12樓 上禮拜就是IG跟FB 各有送 抽10位送這個 就是有折價券的 就是只有 只有這個才有 怎麼那麼亮 或者是你是VIP VIP的話 應該也已經收到了這個 那沒有 沒有收到的話 也是可以 所有的人都是可以進場 購買的 官網會同步嗎 好像會 好像 中部朋友 我們還有下禮拜的話 在下禮拜的話 是中部 中部的話之後 還會有中部 阿妹有幫你搶嗎 我不知道欸 他有吧 他在出口紅 沒有嗎 有他在準備 你介紹到哪邊 我們講 在講特賣會的資訊 然後這個 現在小洋商穿的這個 欸這好可愛喔 是特賣會 就是現場員工們 會穿的員工們 所以只有員工會 我們有嗎 有啊 我們有 他的袖子好可愛喔 就是你 這邊有沒有人是 就是公讀生啊 就是台北跟台中 大公讀生 然後就是 我們算公讀生 還不是你在掃 因為 就是 就會得到這一件 好可愛喔 但是我太遠了 因為他內傷毛 而且他的袖子好可愛 不知道收狗會不會開冷氣 早上 我現在開店前 應該是 如果有開冷氣 就還有 應該是會開冷氣 應該是會開冷氣 對 嗯 好可愛 然後他這邊就是寫PM 的意思就是 puzzle 跟Mare Q 就是兩個PM 很可愛吧 這個是Molly設計的 PM都好 對啊 就是希望女孩們可以來逛 很可愛喔 然後就是上禮拜有講 就是還會有 Am I Me的專區 你在看到 Am I Me的專區 這次 因為這次是做的 比較像市集感覺的 對 還有男友區 很多區 有男專區 對 嗯 但這件應該沒有賣吧 這件沒有賣啊 那如果想要賣 會有人想賣嗎 會有人想要嗎 這是我們的制服 還是之後可以抽啊 這件好可愛喔 這個打袖子 要配牛仔褲 好可愛喔 這樣我們會不會就是 喔 在鏡頭上看的反 以為是MQ 真的假的 整個反過來這樣 對耶 M 有點像Q 還是那是Molly的小設計 可能有他 你這台倒轉過來這樣 他們會 會有新品嗎 嗯 MQ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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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Q會 會在現場的時候 因為這次做的很像 展覽的感覺 所以我們會在 會把新品放在現場 所以你們來現場的時候 也可以看新品 對 MQ會有在找我嗎 她突然就 突然就淡出了 然後Peki又穿了一套新品 好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跟大家講了兩件事情 還是下一件 還是下一件 還是下一件最後再告訴大家 這是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還有阿乾 等一等下再講 你先介紹你的衣服 阿乾 你先介紹你的衣服嗎 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 很多人 很少很多人問到 對 是明天會上的 對 沒錯 這個是明天會上架的新品 上衣跟褲子都有 然後是其中一款 其中的兩款 好可愛 每天會上一個新的系列 相信大家都有在 大家應該知道了 各個小朋友 可以來IG看到 好 就是有看到我們各個人一直推廣 就是新的企劃的活動 對 然後這款的話 就是其中一款 它是明天會上架的 很可愛的蓬蓬和葉秀 對 然後我們 欸明天的直播 也要跟大家講嗎 5點半 5點半 我們明天呢 也會有 特別為這個企劃去做一個 直播的活動 然後是在下午的5點半 所以大家如果 在FB 在FB 所以大家如果 明天有空的話 也可以特別抽空來看一下 我們明天特別企劃的直播 雖然好像也沒什麼 明天特別企劃 也是我直播 可以先透露嗎 可以先透露一些 蜜蜜 應該是有 小蜜蜜 比如說你想要 洩露一些什麼 給大家知道 重點 重點 不一樣的地方 還是明天講 像 看你一樣 你要不要先給大家一點期待 就是這樣子風格 耳環 已經把一個耳環弄出來 是什麼風格 你有一個很漂亮的 睡衣 這種跟另外一個畫的都滿美的 對 這是耳環 雖然只有 這耳環我覺得很美 這個耳環是選的 對 它是真式的 很可愛 也是明天會上架 所以明天不只是有上衣 跟褲子 還有耳環 還有賈瑟 賈瑟 賈瑟 有人說褲子很好看 就透露一點吧 褲子很好看 好就是 好明天的一個新的企劃就是想說 嗯 帶給大家不一樣的一個直線 應該算是很不一樣的感覺吧 很不一樣的感覺 對 除了model的選角之外 有不一樣的感覺 對 然後 剛剛一直在旁邊 對 對 好 幫我們明天再講 明天再講 沒有衣服 好 因為明天應該還有很多話要講 對 你們很緊張還是你們太熱 這個有內傷嗎 這個沒有內傷嗎 沒有內傷嗎 沒有內傷嗎 搞臉都紅了 臉超紅的 我不會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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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可能沒有 不會緊張 對啊 是因為突然被cue到 所以要講的 怎麼有人 欸有人 好厲害喔 明 我不會念 明信好厲害喔 阿甘好像也換了 也有一件明信的上衣 所以明天 好 現在阿甘也可以出場 一起 阿甘的上衣也是明天的系列 的一個商品 中一個 大家有看得出來是怎麼樣 感覺的風格 他很 大家該不會說多姓色 賣姓色的衣服 哈哈哈哈 純我的衣服 好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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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上衣很特別是他 他的扣子 他是假的 他不是可以嗨 他是假的 對 真的喔 對不對 沒有人知道 就是你不斷發見 你不斷發告 你自己人發見 他就是 真的純粹是上衣 而且這個腿 會不會太長了一點啊 我是特地邀請 設計Q他來穿這件 給我10秒鐘 我特地邀請 那個阿甘來 幫我穿這一件 就是這一拜 也算是主打的 這個 疫苗變歐膩 落地褲 就是條紋落地西裝褲 這上個禮拜 不是有一件 素色的落地褲嗎 然後這件就是有條紋 然後他裡面有內裡 然後穿起來腿 超長超高 你們看一下阿甘 逆天了 又好像記者喔 這看起來像180公分欸 真的是逆天欸 我已經穿腰幽滿了 而且我那天就請阿甘試穿 我就說你要不要穿穿看 我就很適合你 然後他穿了之後他就說 哇 這件真的穿起來蠻好看的 然後就說好買了買了買了 然後阿甘就要買了 對啊 這個15D 這個156會拖地 要穿厚底的 然後阿甘是165穿起來 是剛好到腳底板那邊 對 嗯 好 好了 真的很好看 好 那我們的直播結束嘛 你再跟大家預告一下 明天早上10點要幹嘛 總之明天早上10點會上新品 然後請大家好好鎖定我們Puzzle的官網 有全新的企劃 明天早上10點官網見喔 然後明天下午5點半是FB 跟現在一樣FB會直播 也是會有禮物喔 好像會送很多禮物 而且是真的很多 而且你那天跟我講的時候 我其實有嚇到 我想說要送這麼多嗎 我就跟Ruby說多送點吧 所以要送這麼多嗎 大家趕快分享這個直播 我想要先透露一些那個 因為我們直播等一下要結束了 就是會有一些 荷葉啊 然後會有一些 碎花 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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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最愛的格子 綁帶啊 然後會有一些藕 藕粉啊 我以為妳要說藕膩 酒紅啊 就是這種 格子喔 我這樣子很像很像老子 Keyword可能是格子 可是大家很喜歡格子 十點見喔 是Peggy很緊張 妳要跟她說一定要來 我要 妳沒有妳在騙 我覺得我沒有彩妝緊張 好 趕快分享直播喔 我們要結束了 然後 大家明天見 禮拜四 開始在台北SOGO12樓 有特賣會 Puzzle跟MQ的特賣會 大家記得來喔 嗯 那我們要結束了嗎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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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難看 明天見